《惊天见地》第511章 紫霄魔鹰 作者 帝剑一 正当林白在云层之上遇见飞行的时候 突然天空之上凝聚起了一团妖云 林白惊讶地抬头一看 这片妖云将自己笼罩起来 有妖兽 轰隆隆 妖云之中 一片雷声轰动 顿时一股黑色的神雷对准林白轰击而下 烈 随着神雷咆哮而来 还有一声愤怒的怒吼 这一声怒吼 视如鸟鸣 但却充满了戾气 好像是对林白有着无穷无尽的杀意一般 闪 林白遇见一闪 横空摩椅而出 避开了这一道雷霆 顿时林白抬头看向面前的妖云 我倒想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牛鬼蛇神 清歌剑 林白站在飞剑之上 从储物带之中取出清歌剑 剑翼 山河永剑 一踏飞剑 林白飞冲而出 锐利的剑光 裹挟着开天辟地的力量 一剑重击落下 璀璨的剑光 闪耀苍穹 巍蛾一剑 击碎长空 一剑呼啸而去 击中面前庞大的妖云 开裂山河 将妖云从中一剑展开 露出了妖云之中的一头庞然大物 这庞然大物 形似老鹰 双目四剑 通体漆黑 拍击翅膀之时 有无数黑色羽毛挥洒而出 她用愤怒的一双眼眸盯着林白 黑色的雷霆 在她羽毛之中来回穿透 半步神担进大圆满的紫霄魔鹰 林白一惊 认出了这妖兽的来历 顿时心生一片动荡 紫霄魔鹰愤怒的震翅一飞 翅膀之上一股股黑色雷霆呼啸而来 轰隆隆 黑色雷霆击碎长空 传来一片震动和巨响 狂躁的力量 宛如天外诸神的愤怒 感觉到黑色雷霆的力量 林白浑身汗毛都倒数起来 神通 残花 林白一剑飞冲而去 强大的剑气撕裂苍穹 击中袭来的雷霆 碰 一声巨响传来 巨大的冲击力以圆形扩散而出 席卷八方 震碎了千米之内的所有云端 冲击力击中林白的胸口 当即林白便被吐出一口鲜血 我的娘啊 这若是击中自己 估计不死也得中伤啊 林白眼神之中 对紫霄魔鹰的神雷 有着强烈的忌惮 林白虽然认识紫霄魔鹰 但林白却不知道 紫霄魔鹰乃是这十万大山之内的天空霸主 而且 紫霄魔鹰 喜欢群居 立 立 当林白这头紫霄魔鹰交手的时候 远处的山岳之上 林白看见一个个的黑点腾飞而起 这些黑点不断地向着他靠近 当黑点呈现出面容的时候 林白下的眼珠子都要飞出去了 一片紫霄魔鹰冲杀而来 定睛一看 这些紫霄魔鹰居然不下一百多头 而且全部都是半步神担惊大圆满的境界 我特么的 这是捅了紫霄魔鹰的老窝了吗 林白惊骇地怒骂一声 一踏飞剑 转身便跑 林白并不知道 紫霄魔鹰是十万大山内的天空霸主 只要在他们领地里飞行的生灵 无论是人还是妖兽 都是他们的敌人 看见林白飞来 紫霄魔鹰宛如受到了挑衅 整个族群便飞腾袭杀而来 一只半步神担惊大圆满的紫霄魔鹰 林白应对起来都是很难 而一百多头紫霄魔鹰一起冲来 林白都得先跑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是人担惊的高手 面对着一百多头紫霄魔鹰 也得先避风芒 好 好 林白遇见飞离而去 紫霄魔鹰穷追不舍 双翅挥舞之间 万千黑色雷霆击碎长空 从天而降 宛如天节一般的 击向林白身上 一头紫霄魔鹰 拍击出两条黑色神雷 一百多头紫霄魔鹰 拍击出来的神雷 化作了一张恐怖绝伦的雷霆之网 对着林白的头顶 直上落下 马德 林白血红色着眼睛 原本自己是想去神庙看看的 可还没有到达十万大山的深处 便被遇上了紫霄魔鹰 真是让林白出师为洁身先死啊 林白压底飞剑 贴着地面在林中急速穿行 万千的神雷从天而降 击碎林白藏身的森林之中 轰隆隆 轰隆隆 每一道神雷落下 便炸碎一片陵木 木屑飞扬 大地之上 一片狼藉 林白遇见飞过这片森林 随之雷霆 便将这片森林移为平地 林白回头一看 那一片原本生长得十分茂盛的森林 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狼藉 眼神一寒 对紫霄魔鹰的力量 有这一丝忌惮 轰隆隆 紫霄魔鹰高傲地飞翔在九霄之上 拍击下雷霆 追杀林白 而林白贴着地面 急速遇见飞行 狼狈逃窜 远处 不少的舞者 看见一百多头紫霄魔鹰 从高空之上飞掠而过 都是吓得目瞪口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紫霄魔鹰怎么出来了一百多头 这是要横扫十万大山的节奏吗 我靠一百多头半步神丹静的紫霄魔鹰冲出来了 进入外围了 难不成是想要冲出去 快通知齐山和夷山家族 就说紫霄魔鹰暴动了 一个个的舞者 看见一百多头紫霄魔鹰 成群结队地飞掠过高空 都是吓得急速地逃亡出去 不顾一切代价地 要远离这一群魔鹰 林白贴着地面 狼狈不堪地逃顿着 马德 你们还要追多久 这都到外围了 死 突然这个时候 林白贴着地面前行之时 林中出来传来一阵轻微的颤动 听见这个声音 林白浑身一寒 飞剑急忙停住 林白面色凝重地看着前方的林中 浑身发麻 汗毛竖起 一股死亡的阴影 浮上林白的心头 刷 突然就在林白停下飞剑的刹那 从前方的林中 一跃而出了一条巨大的花斑蛇 这花斑蛇 通体金黄花纹 背后长着八尺 林白定睛一看 惊呼到 龙莽 八尺龙莽 半步神担尽大圆满的八尺龙莽 林白惊叫一声 八尺龙莽 这是林白第二次见了 曾经在神武国林剑宗的洛雁山脉中 林白见到过一头八尺龙莽 不过那头八尺龙莽 才玄武进的修为 而面前的这一头八尺龙莽 是半步神担尽大圆满的修为 吼 八尺龙莽露出头来 对着林白嘶吼一声 吼得山崩地裂 吼得日月动荡 一头八尺龙莽浮出头来 随后又有数百头的八尺龙莽浮出头来 林白定睛一看 面前的这一片山脉之上 居然全部都是半步神担尽的八尺龙莽 草 人走被孕的时候 喝水都塞呀 林白大骂一声 一踏飞溅 转身便跑 惊天见地 第512章 浑水摸鱼 第十更 作者 地剑一 天空之上 紫霄魔鹰追击而来 一道道的神雷落下 横扫地面上的大地山脉 林白在八尺龙莽的领地前逗留了一会 紫霄魔鹰便追了上来 神雷落下 轰击向八尺龙莽的领地 林白刚刚一转 转身一看 一头八尺龙莽在紫霄魔鹰的神雷之下 轰碎成了渣渣 顿时 在那一片八尺龙莽的山脉之上 一头巍峨庞大的龙莽 高傲地扬起了头颅 对着苍穹之上的紫霄魔鹰 一声怒吼 吼 这乃是八尺龙莽王 他一声怒吼 好像是在对紫霄魔鹰宣战 他就好像是在说 天空上的杂猫鸟 你他们的 来我领地杀我的人 是想死吗 而高空之上的紫霄魔鹰王 蔑视地看着八尺龙莽 那眼神就好像是在说 这天空上老子就是霸主 想去那就去那 你特么地不服上来咬我呀 八尺龙莽王怒吼 宛如是在说 你特喵地别跑 老子这就来 别以为就你们会飞 老子也会 当即 八尺龙莽王振动八尺 飞天而起 动 整个山脉之中的八尺龙莽 便全部振动翅膀飞天而起 冲向紫霄魔鹰 紫霄魔鹰也丝毫不弱 拍击神雷轰击向八尺龙莽 可八尺龙莽的灵甲格外厉害 完全可以抵抗神雷 龙莽冲击上去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尖锐利齿 一口重重地 咬在紫霄魔鹰的身上 而紫霄魔鹰惨叫一声 双目透着愤怒的目光 锋利的爪子 抓向八尺龙莽的身躯 鹰与蛇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是天敌 一场旷世大战 在半空中展开 林白退后万里 远远地看着八尺龙莽 和紫霄魔鹰的对决 脸上苦笑不停 这不能怪我吧 我也不想啊 谁知道这十万大山 半步神丹尽大圆满的妖兽 都多如牛魔 看来不能再随便乱闯啊 乖乖 要是我一不小心 遇见飞进了人丹尽妖王的领地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林白深深地忌惮地说道 当即 林白站在远处 看着那一场紫霄魔鹰 和八尺龙莽之间的旷世大战 紫霄魔鹰族群 和八尺龙莽族群 估计是这十万大山里 比较有名的妖兽族群了 一般的冒险者可不敢去惹他们 不过他们现在自己打起来了 我估计能偷摸过去 沾点便宜 林白思索了一会 眼珠子滴溜溜的一转 嘴角露出坏笑 其实 不仅仅是林白有这个想法 很多看见紫霄魔鹰 和八尺龙莽打起来的舞者 都有这个想法 快看天上 紫霄魔鹰 和八尺龙莽打起来了 我的乖乖 紫霄魔鹰的族群 和八尺龙莽的族群 算是十万大山之内 能排进前百的强大妖兽族群了吧 快看有紫霄魔鹰落下来了 也有八尺龙莽死了 马德 半步神丹静的妖兽 一身都是宝 能不能过去浑水摸鱼 偷几条妖兽的尸体啊 很多舞者都如同林白一样 打算过去浑水摸鱼 只不过林白过去 是为了要挟 当然 能得到几条半步神 担进大圆满的妖兽尸体 那还是不错的 也能赚点外快吧 林白遇见前行 刹那之间划过千里 出现在这一片大战下端的灵中 轰隆隆 正巧这个时候 一头紫霄魔鹰被咬断了双翅 重重地摔下灵中 压碎了一片灵木 好 这头紫霄魔鹰 痛苦地哀鸣着 机会来了 林白一喜 飞剑往前一冲 出现在了这头紫霄魔鹰的面前 这头紫霄魔鹰愤怒地看着出现的林白 张口一吐 一口神雷喷发而来 林白机敏地躲避而开 这道神雷击中林白背后的一个山丘 将山丘直接爆炸成碎片 哼哼 没有了翅膀 你还跟我拽什么 飞剑 林白跳下飞剑 体内四座灵玄齐齐暴动 狂躁如雷的真气冲击而出 凌空一指 林白将真气注入飞剑之中 翁 飞剑一阵颤鸣 一股宛如天威一般的剑翼 扩散而出 去 林白剑直往前一点 飞剑犀利地洞穿而去 扑哧 锐利的飞剑 化作一道金光 将这头紫霄魔鹰的头颅洞穿 头颅爆炸 鲜血四季而出 洒在林中 吞噬剑魂 林白面色大喜 靠近过去 吞噬剑魂施展而开 将这头紫霄魔鹰的浑身鲜血 炼化一空 化作精纯的真气 注入林白的丹田之中 逗逗小说3w.dowdoxs.cn 修为精进一分了 但要突破天舞镜九重 还不够 还差得很远 林白炼化了这头紫霄魔鹰的气血之后 立马便感觉到了 自己与天舞镜九重的差距 还是很远的 林白抬手一晃 将面前这头紫霄魔鹰的尸体 收入了除物袋之中 抬头一看 天空上依旧是激战连连 打吧 打吧 快弄死几个 林白站在林中 期待地看着天空上的恶战 天空中的激战 越来越惨烈 从紫霄魔鹰和八尺龙蟒身上 伤口挥洒出来的腰血 宛如血雨一般洒在林中 哦 正当这个时候 一头八尺龙蟒从天坠落 摔在了距离林白千米之外 林白双目一亮 惊喜到 又落下来一头 林白急忙飞掠而去 可随着林白一动 顿时林白感觉到了 林中有其他舞者的气息 飞快地靠近那头八尺龙蟒 滚开 这头八尺龙蟒 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要脸了是吧 你他妈的 敢这么和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是独臂刀王刘雨恒 刘雨恒了不起是 老子是还是双手剑王叶庆博呢 你们两个废物 吵鸡毛 这八尺龙蟒是老子的 是我的 明明是我的 谁敢抢就得死 大约有十几个舞者 前仆后继地 冲向那一条 坠落的八尺龙蟒 而林白脚步稍微晚了一步 那十几个人影 已经到了八尺龙蟒之地了 一群半步神单静出七 也敢来抢 林白双目一边 杀意浮动 飞剑 去 林白身形一闪 飞冲上来 一道金光 从林白的面前飞掠而去 瑞丽的剑芒 出现在这十几个舞者的后背之上 什么人 背后伤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 敢偷袭我们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找死不成 这十几个舞者 立刻感觉到了一丝死亡的威胁 当他们回头的刹那 刚刚说出了一句话 便立刻被飞剑冻穿了头颅 扑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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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剑连贯冻穿了十几个人的头颅 这十几个人 一一倒在了血泊中 双目露出迷茫 一副死不明目的样子 林白杀了这十几个人 走到八尺龙莽的身边 吞噬剑魂 立刻施展而开 将这八尺龙莽的浑身气血炼化 随后又将八尺龙莽 收入储物袋中 今天见地 第513章 吞山甲 作者 帝剑一 八尺龙莽和紫霄魔鹰的恶战 持续了将近半天的时间 双方都死伤过半 林白与很多舞者一样 在这片大地上藏着身影 等着八尺龙莽 和紫霄魔鹰重伤的妖兽掉落下来 半天的时间 林白约莫 趁乱夺取了将近四十头的八尺龙莽 和四十头的紫霄魔鹰 让林白的修为 达到了天舞镜八重的巅峰 距离天舞镜九重 只有一步之遥 紫霄魔鹰王幕后连连 带着紫霄魔鹰返回了领地 而八尺龙莽王也是愤怒地嚎叫了一番 回到了山脉之上 两位王者离开 这一场八尺龙莽 和紫霄魔鹰的旷石大战 这才落下帷幕 林白站在林中 看见两位王者离开 失落到 要是再打一会 再有个十几头妖兽掉落下来 估计我就能踏入天舞镜九重了 既然他们不打了 那么接下来就只能靠自己了 林白转身 踏着飞溅 隐秘地飞出了这片森林 在十万大山的深处之前 有着很多像紫霄魔鹰 这种级别的半步神丹静的妖兽 如果要过去 就得经过他们的领地 而我现在又不知道 十万大山里 通向深处的安全地图 而我现在的实力 又没有达到 可以斩杀半步神丹静 大圆满级别妖兽的实力 现在去深处 估计不是一个好时候 林白走在林中 面色凝重地说道 也罢 为今之计 也只有先将修为提升到天舞镜九重 然后再回到祈山 看看有没有办法 找到去往深处的地图 再做打算了 祈山内 应该会有去往神庙的地图吧 林白飞快地将自己在十万大山内的修炼计划制定下来 先突破天舞镜九重 一旦林白突破了 那么就算面对半步神丹静后期的妖兽 林白也有能力斩杀 只要不去招惹半步神丹静大圆满的妖兽 林白在十万大山里就有自保的能力 有了自保的能力 才能有实力去神庙探索 等突破天舞镜九重之后 回到祈山 到时候再想办法寻找去往十万大山深处的地图 林白便可以去找到神庙 这个地图 最好能让林白知道十万大山内的妖兽领地分布 这样 林白就能躲过这些半步神丹静大圆满的妖兽 悄悄地走入深处去找神庙了 既然如此 那么就开始修炼吧 以我现在天舞镜八重的修为 斩杀半步神丹静中期的妖兽 已经不是很难了 遇见朔 林白踏着飞剑冲上云霄之中 当即 林白站在远端之上 双目如同鹰眼一般的一扫大地之中 将方圆千里之内所有的山脉状况都看在眼中 站得高 看得远 方便林白快速地找到半步神丹静中期的妖兽 找到了 那山脉中有一头吞山甲 林白双目一亮金芒 目光一眼便看见了千里之外的一片山脉之中 有一头土黄色的甲兽 它与山体的颜色一模一样 若非林白眼光毒辣 寻常人根本无法发现它 林白遇见小心翼翼地冲了过去 并没有惊动它 这吞山甲 藏在岩石之中 与山体浑然一体 如果有舞者没有发现它 而从它身边路过的话 它便会立刻张开血奔大口 一口将舞者吞下 很多舞者都被吞山甲 这个招数给阴过 飞剑 去 林白来到这山脉之中的时候 凌空一跃 从飞剑之上落下 飞剑震动一声 猛然往前抱刺而去 锐利的剑光轰击在山体之中 传来一片震动 这一座大山 便在林白这一重击之下 轰隆隆地剧烈摇晃起来 滚石疯狂从闪电上脱落而下 山体剧烈的震动 传来一声巨瘦的咆哮 一个庞然大雾 从山体之中挣扎而出来 露出了它血红色的双目 看向林白 飞剑击中它的领甲上 凿出一片火花似箭 却没有伤害到它的根本 防御力这么强大吗 林白稍微惊讶一下 当即清歌剑出鞘 一剑怒冲而去 锐利的剑芒斩向吞山甲的头顶之上 吼 吞山甲怒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 完全从山体之中挣扎出来 愤怒地冲向林白 庞大的力量撞击而来 宛如可以将一座大山震碎 山河涌界 林白双目惊变 开河之间 闪亮出锐利的杀意 滔天的剑光落下 凶狠地斩杀在吞山甲的头顶之上 活生生地将吞山甲的鳞片撕裂而开 神通 残花 林白剑法一变 一股浩瀚动荡的天地之力 震落下来 击中吞山甲的头部 当即一瞬间 吞山甲凄厉地惨叫一声 林白两次重击命中同一个位置 将他的鳞甲撕裂而开 鲜血四剑而出 好机会 飞剑 林白看见那吞山甲的鳞甲 被剑气撕裂而开 喷出鲜血 顿时真气机涌 注入飞剑之内 飞剑金光大胜 宛如一根金色神钉一般 猛冲而去 刺入这吞山甲的伤口之中 飞剑从吞山甲的伤口内冲了进去 剑光疯狂地在吞山甲的体内 斩裂而开 吞山甲哀嚎连连 口中不断喷出鲜血 挣扎了一番之后 庞大的身躯倒在地上 已然是气息全无了 看着吞山甲死去 飞剑这才从吞山甲的口中飞了出来 鲜血从剑身上滑落 这吞山甲的鳞片防御力十分强大 若不是我能超控飞剑杀入他的体内 恐怕这短短的几个回合之间 还收拾不了他 林白淡淡一笑 走了过去 吞噬剑魂施展而开 将吞山甲的浑身气血之力 悉数炼化 吞山甲庞大的气血之力 被林白吸收 林白欣喜地说道 快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 天舞镜九重的避障了 林白万分高兴 他此刻已经感觉到 自己距离天舞镜九重 只有林门一角了 只要再往前踏一步 就可以踏出这一步去 继续吧 林白高兴一笑 准备再次踏上飞剑 寻找新的猎物 可就在这个时候 林中突然击射而来了一只利剑 直奔林白的后脑勺 林白面色一冷 猛然回头一接 将这只利剑 稳稳地抓在手中 诸位案件伤人 恐怕不太好吧 林白满脸冷色地看着林中 这时 林中慢慢地走出来了一群舞者 领头的乃是一个半步神 单进中期的魁梧大汉 胸口和脸上 都有这一条条蜈蚣一般的刀疤 《惊天见地》 第514章 《刀疤男子》 作者 《地剑一》 林白手中一用力 将接住的剑矢捏碎 抬头一看 林中走出来 大约有20多个的舞者 各个脸上都带着冷笑 领头的乃是一个刀疤男子 他双目看着林白的时候 阴冷无比 小子 我刚才看见你从天空上 踩着一把飞剑落下 你这是什么舞剑 老老实实地教出来 这刀疤男子 冷冷地对林白说道 林白看着这20多个舞者 其内有7个是半步神单进初期 其他的都是天舞进九重 而领头的刀疤男子 乃是半步神单进中期 听见这刀疤男子 是为了飞剑而来 当即林白意味深长地说道 飞剑施展起来的时候 太过扎眼了 以后除了赶路之外 还是不要多使用飞剑了 反正飞剑的威力这么强 完全可以作为我手中的一个底牌 以后飞剑在对战中 就当成一个底牌 来使用吧 这样不至于太扎眼 林白心中淡淡地说道 林白此刻身上 有地级九品的武技 已经修炼到了超凡入胜的地步 威力施展开来 直逼天级一品的武技 这已经能让林白应对半步神单进中期的武者了 而林白的底牌 风花雪月四剑 施展起来 可以调动天地之力 威力无穷 一旦林白施展神通 杀半步神单进中期的武者 那就宛如屠狗 而林白 还拥有着飞剑 飞剑出鞘 完全可以 让林白叫板半步神单进后期 但是要想击杀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毕竟境界的差距太大了 这刀疤男子 明显是看见林白的飞剑之道不凡 便想要来夺走 林白冷冷地说道 如果我不教呢 刀疤男子冷笑道 哈哈 小子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们说话 你难道在十万大山里 没有听说过刀疤战队吗 林白一眼看去 的确是在这二十多个武者的身上 不同的部位都看见了刀疤 但却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战队 就是冒险者之间组建起来的小队 一般都会有五六人组成 队伍内的舞者都身怀各类绝学 相互配合之间 能猎杀更加强大的妖兽 而二十多个舞者组成的战队 可想而知 是有多么的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林白面前的刀疤战队 别看其他的舞者 都是天舞进九重左右 但他们配合起来 完全可以猎杀半步神单进后期的妖兽 林白笑道 对不起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刀疤男子一听 当即暴怒 冷声道 你居然敢瞧不起我们 我们刀疤战队 可以说是十万大山内比较强大的战队了 也仅次于是灰烬战队和天龙战队 林白摇头说道 你说的这些战队 我一个也没有听说过 刀疤男子怒吼道 连他们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在十万大山里混的 林白笑道 我不在这里混 只是路过而已 刀疤男子看出来了 林白完全是一个白痴 对于十万大山的势力 是一点都不知道 就连灰烬 图神等这么有名的战队都不知道 刀疤男子愤怒地说道 哎呀 老子难得 和你废话了 速度将那会飞的剑交出来 否则的话 就是死路一条 林白笑道 恕我直言 以诸位的实力想要杀我 估计有点难度 刀疤男子冷笑道 哼哼 我们刀疤 这是华丽的分割线 小说网友请提示 长时间阅读 请注意眼睛的休息 推荐阅读 这是华丽的分割线 战队 连半步神单静后期的妖兽 都猎杀过 还怕你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哈哈 杀你轻而易举 刀疤战队之中 有一个舞者看着林白 急速地从储物带之中 取出了一张画像 惊呼道 老大 他就是林白 什么 刀疤男子一把将这舞者手中的画像抢过来 看了看林白 又看了看画像 随后 刀疤男子眼神之中冒出了绿光 一脸狂喜地看着林白 林白很惊诧地看着刀疤男子 此刻他看见自己的样子 就好像是看见没穿衣服的美人一样 目光中充满了贪婪和饥饿 你就是一百万零食 刀疤男子惊喜地说道 林白一愣 问道 什么一百万零食 刀疤男子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老子发财了 没想到 出来随便走走 居然就让我 遇见了一百万零食 这可相当于是一头半步神单进大圆满的妖兽啊 半步神单进大圆满的妖兽 想不多 就价值一百万的零食 刀疤男子 身边的舞者问道 老大 要不要用十日血光追杀令 刀疤男子愤怒地说道 你是猪脑子吗 用了十日血光追杀令 整个十万大山内的舞者都会知道林白的位置 那到时候 这一百万零食算谁的 不用十日血光追杀令 我们一起上 杀了他 带他的人头回去 零食我们平分 刀疤男子狂笑着说道 兄弟们 动手吧 刀疤男子 从储物袋之中 取出一把五品灵器的细件 一脸兴奋地 看着林白笑着 杀呀 刀疤战队的二十多个舞者 齐齐地对着林白冲了过来 一瞬间 剑芒 刀光 拳影 掌印向着林白身上撞击而来 既然你们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林白双目一狠 在十万大山这种混乱之地 杀人完全无罪 林白也不用刻意留守 反正这里是吃人的地方 要么被吃 要么就吃掉别人 清歌剑暴闪而出 一片剑光挥洒而去 刀疤战队 冲到最前面的几个舞者 率先便林白的一片剑光 斩杀出去 这些舞者一个个地惨叫起来 双目惊骇地倒飞出去 惊呼道 你怎么可能这么强 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怎么可能这么强 这一剑之中的力量 既然蕴含了剑意 太强了 原来是剑意舞者 刀疤战队的舞者 纷纷惊叫起来 当林白将剑意修炼到二阶的时候 一举一动之间 便有剑意挥洒而出 根本不用刻意去调动了 刀疤男子 此刻原目怒争 愤怒到 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都收拾不了 一群废物 都给老子滚开 刀疤男子一吼 其他刀疤战队的舞者 纷纷推开 马德 让你看看顺杀剑的威力 刀疤男子阴冷一笑 突然这个时候 林白浑身被一股寒气包裹起来 林白双目凝重 看着刀疤男子手中的细剑 就在一刹那 突然刀疤男子身影往前一冲 一剑快如闪电一般的 袭向林白的脖子上 好快 林白都被这一剑的速度 给惊讶到了 《惊天剑地》 第515章 《一息顺杀剑》 作者 帝剑一 刀疤男子情剑走上前两步 突然在他目光一变的刹那 人影瞬间消失在了林白的面前 当他消失的一瞬间 一抹灰色的剑光 便出现在了林白的咽喉上 从刀疤男子 消失到剑芒乍线 连半秒的时间都没有 这简直宛如是鬼神一剑 让林白都惊讶了 不好 风雷神异 林白在这一剑之下 浑身汗毛倒树 双目惊骇无比 在惊慌之中 林白几乎是依靠本能的反应 施展了风雷神异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向后暴退了百米 与这刀疤男子 拉开了距离 林白身形往后暴闪百米 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就在林白退后的刹那 那一道残影的人头 被剑芒一剑展开 没错 这一剑将林白留在原地的残影的人头 都被斩下来了 这一剑快刀 竟然可以将影子斩断 简直不可思议 林白惊骇 如此之快的剑法速度 如此诡异的剑法 绝非是寻常地级武技 至少都是天级以上的武技吧 刀疤男子的身影再次出现 他也是惊讶无比地看着林白 刀疤男子冷笑道 自从老子得到顺杀剑之后 你是第二个能躲开这一剑的人 第一个 是宜山公子 除了你们两个之外 整个十万大山之中 如今还没有另外 任何一个人能躲开这一剑 刀疤男子冷冷地说道 林白满脸凝重 问道 你这是什么剑法 刀疤男子冷笑道 很惊讶吧 这叫 乃是流传至上古之时 一座暗杀宗门的绝顶剑术 依靠它 可是让我在这十万大山内 有了一席之地 一席顺杀 顾名思义 一个呼吸之间 必定斩杀面前之敌 林白凝重地点头 说道 的确是很厉害 刀疤男子狂笑道 怕了吧 怕就乖乖跪地认输 将你的人头割下来 免得老子再出手 我说 这剑法很厉害 我可没有觉得 你这个人很厉害 这么厉害的剑法 我的确是很感兴趣 多谢你将这剑法送给我了 林白冷冷地笑道 顿时 林白声音刚刚一落 背后紫青二色的翅膀突然一震 带着林白的身形俯冲而来 林白双目之中闪耀起了一股阴暗冰冷的杀意 宛如死神一般地盯着刀疤男子 找死 刀疤男子 阴冷耻笑一声 剑一挥 明明刀疤男子还林白白米之外 却剑芒却瞬间出现在了林白的咽喉之上 不好 林白惊叫一声 转身急忙躲避而开 噗哧 林白这一瞬间 未能躲避及时 被这一道剑芒 划破咽喉皮肉 鲜血流出 哈哈 这一剑你没有躲过吧 刀疤男子冷笑着说道 林白阴冷地说道 这剑法太诡异了 这刀疤男子得到的 估计是这剑法的全套法诀 法诀内包含了身法 剑法 心诀 口诀等等 这顺杀剑的身法太诡异了 完全是跨越虚空 像是在顺异一般 林白双目阴冷 暗暗运转真气 凝聚在清歌剑上 杀 刀疤男子 瞧见一剑得手 当即阴冷一笑 顺杀剑发动 再次席卷而来 林白看着刀疤男子 再次消失在了自己的面前 林白这次没有移动 反而是站在原地 双目缓缓地闭上 哈哈 这小子被我们大哥的顺杀剑给吓傻了吧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那是当然 这顺杀剑可是一本天极一品的武技 威力堪比天极二品 就算大哥才将顺杀剑修炼到了入门阶段 但在十万大山内除了宜山公子外 同境界之中 基本上没有任何人是大哥的对手 大哥杀了他 杀了他就有一百万的灵石了 一个个刀疤战队的舞者 纷纷惊喜地尖叫起来 刀疤男子冷笑道 你早这样等死 又何须我多费这么多手段 受死吧 刀疤男子冷笑一声 一抹灰色的剑光闪过林白的咽喉之上 突然这个时候 林白清歌剑一扬挡在了自己的面前 当 一声钢铁碰撞的声音传来 刀疤男子的剑刃被清歌剑挡了下来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当下顺杀剑 当初就连宜山公子都没有办法正面当下顺杀剑 刀疤男子惊骇无比地说道 林白冷笑道 任何剑法都会有破绽 你无法做到隔空飞略 每当你每一步落下的时候 我已经将剑异落在了地上 所以 每当你踩地一步的时候 就会被我的剑异感知到 既然我知道了你的进攻路线 我挡下你这一剑 很奇怪吗 林白冷冷一笑 你这顺杀剑 最大的弊端 就是你不会飞 飞剑 林白满脸阴冷的笑容 在刀疤男子满脸惊骇的刹那 林白眉心之中 一道金色的光芒飞穿而出 刀疤男子满脸惊骇 立刻收剑倒转退后 嗡 飞剑一阵清明 立刻追上了刀疤男子 一剑从刀疤男子的腹部穿透过去 不吃 刀疤男子被飞剑撞飞出去 倒在地上 腹部之上 有着一个巨大的血洞 刀疤男子惊骇道 你废了我的丹田 你明明可以直接杀了我的 为何不杀了我 哈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想得到我的顺杀剑 我告诉你 是不可能的 当初我从那一处险地之中 找到顺杀剑 修炼完成之后 便将密集毁了 而顺杀剑 只会在我的脑海里 刀疤男子狂笑道 林白笑道 既然你记忆中 有修炼顺杀剑的法觉 那就最好了 林白一步踏出 出现在刀疤男子的面前 单手一掌踢向刀疤男子的头部 五魂密法 嗖魂 林白满脸一速 密法发动 你想干什么 刀疤男子满脸惊骇 感觉自己的头颅 宛如被凿开了一般 自己的记忆 正被一双大手翻动着 半想之后 林白松开刀疤男子 一剑将刀疤男子的头颅 消飞出去 一袭顺杀剑 天机一品的武技 林白惊喜连连地说道 啊 大哥死了 大哥居然被他杀了 那我们怎么办 连大哥都被他杀了 这时 刀疤战队的舞者 纷纷惊叫起来 兄弟们 冲上去给大哥报仇 对 乱刀砍死他 上啊 这些刀疤战队的舞者 纷纷冲了上来 惊天见地 第五百一十六章 十日血光追杀令 作者 地剑一 刀疤战队的舞者 宛如林白是他们的 杀父仇人一般地冲了上来 找死 林白阴冷 看了他们一眼 剑光呼啸而去 一片银白色的剑光 挥斩而去 击向前面袭来的几个舞者 噗哧 噗哧 一剑出 十几个头颅飞起 这不是林白的剑法厉害 完全是林白的实力碾压 林白体内丹田真气 外加四座灵玄 力量完全可以堪比半步神单境中期 而且 林白手中 还有六品灵气的清歌剑 杀天舞进九重的舞者 宛如土狗一般地简单 一时间 二十多个人的刀疤战队 立刻便被林白杀了一半 老三 老三死了 小刀也死了 二狗也死了 都死了 都死了 唯一活下来的几个刀疤战队的舞者 看着自己面前满地的尸体 痛苦地说道 林白双目一闪 身法飞冲而去 一箭袭出 便要将这残余的几人全部斩杀 马德 林白 既然我们刀疤战队无法杀你 但是十万大山里 一山家族的其他舞者 会有人能杀你的 你等着吧 灰烬战队 天龙战队 会来找你的 这些舞者愤怒地说道 林白冷笑道 十万大山这么大 他们找不到我的 这舞者冷笑道 是吗 你听过十日血光追杀令吗 林白一惊 从那刀疤男子的记忆中 林白得知了 这所谓的十日血光追杀令 这原本是神纪领流传出来的一种 追杀叛徒的手段 乃是一种秘法 被施法之人 头顶之上 会有一道血光冲入云霄 就算隔着万里之外 都能清晰地看见这一道血光 而十日血光追杀令 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无论是谁 杀了此人 带着人头去找到下追杀令的人 都会得到一百万的零食奖励 哈哈 十日血光追杀令 这舞者猙獰一声冷笑 从储物袋之中 取出一块血符 捏碎之后 一丝血红色的细线 落在了林白的头发之中 消失不见了踪影 不好 林白看见 这舞者取出血符之时 便立刻出手一剑杀去 扑痴 一剑飞斩 将刀疤战队的其他十几个人 齐齐斩杀在剑下后 却还是晚了一步 血符被此人捏碎了 林白感觉到 这一世血红色的细线 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立刻 林白头顶之上 便有一道血红色的光柱 冲入云霄之中 林白抬头一望 这血红色的光柱 冲入了九霄云外 哪怕是在万里 五万里 十万里之外 都能清晰地看见 这一道血红色的光柱 在血色光柱之中 隐隐约约地浮现出几个字来 杀令 宜山家族 杀令 即为血光追杀令 告知所有看见 这道光柱的武者 只要杀了这个人 就可以得到一百万灵石 而后面的宜山家族 意思就是说 杀了此人 带着他的人头去宜山家族 便能兑换一百万灵石 而且 当十日血光追杀令发动之后 其他的血符也会被激活 会大概地指引出 血光追杀令的所在 这下麻烦了 灵白双目阴冷地说道 一转身 直奔林中飞掠而去 当灵白飞掠出千米之时 抬头一看 这血色的光柱 如影随形 而灵白随后又找到了一个洞府 虽然 站在洞府之中 这一道血光 依旧没有消失 透过山岳 依旧冲入了云霄之中 与此同时 整个十万大山之内的舞者 齐齐被天空之上的血色光柱给吸引了 杀令 宜山家族 当所有舞者抬头 看去的一瞬间 第一时间看见的 便是血色光柱之内的这几个字 是十日血光追杀令 杀了这个人 可以去宜山家族 兑换一百万灵石 十多年过去了 上一次十日血色追杀令出现 还是在十多年前 冲啊 有一百万灵石 这些舞者纷纷看向这道血光的所在 冲了过去 十万大山中 一个阴柔男子 手握握着一块血符 淡淡地说道 十日血光追杀令 已经被激活了 看来是有人找到了灵白 却无力杀了他 走吧 我们也去会会这个灵白 别让天龙战队的人抢先了 这阴柔男子 微微一笑 阴柔男子 赫然就是十万大山之内 最让人闻风丧胆的 灰烬战队的队长 名叫胡江 灰烬战队的队长 已经有半步神丹静 大圆满的修为了 而灰烬战队 一共有五个成员 每一个都是半步神丹静后期 同时一时间 天龙战队纷纷从 储物袋中取出了血符 看见血符上的光芒流动 他们便知道血色追杀令 已经发布了 接下来 就是整个十万大山内的舞者 围剿灵白了 灵白从洞府中离开 抬头看着头顶上的血光 满脸阴暗 如果一直顶着这一道血光 那不知道要引来多少的高手 十日血光追杀令 原本是神纪领研发出来的秘法 专门为追杀 大肆屠戮低级舞者的狠人所用的 有时候也为了追杀神纪领逃出去的魔头和叛徒 一旦中了此树 任何人杀了我 都可以拿着我的人头 去宜山家族领取一百万的灵石 但这血光只会存在十日 十日之后便会散去 在这十日之中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血光消除 或者是遮盖 灵白快速地走在林中 一边走着 灵白将从刀疤男子哪里得来的 关于十日血光追杀令的所有记忆 给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灵白脸色难看至极 阴沉似水 不行 这是一个死局 我必须要想办法 破除这个死局 灵白思考了一会后说道 如今在十万大山的外围 有大量的夷山家族的舞者 此地不宜久留 否则的话 被夷山家族的舞者发现 估计就会被围攻 去十万大山的中部 十万大山的中部 有半步神单近中期 和后期的妖兽 寻常的舞者不敢轻易踏入 虽然我可能会遭到妖兽的攻击 但总比被几万舞者围攻 要好得多 灵白想清楚了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向着十万大山的中部飞驰而去 现在还不能遇见 一旦遇见 出现在空中 那目标就太大了 这些十万大山的冒险者 除物袋中都有弓弩 一旦我飞上天去 无疑就会成为他们的火把子 在地面上 还有山林的遮盖 也能让一些舞者 无法看到血光 稍微安全一点 灵白不能遇见 一旦遇见而起了 那无疑是将灵白完完全全地 暴露在了所有舞者的眼前 如今 灵白在山林之中穿梭 依靠十万大山内的一些巨大的山岳 和耸入云霄的山峰 能稍微挡住一些血光 也能让一些舞者无法看见 但这些都是缓兵之计 围京之计 灵白的快点去十万大山的中部 甚至于是深处 在哪里 一般的舞者根本不敢进来 灵白也会稍微安全一些 只要撑过了十日 血光追杀令 就会消失 惊天见地 第五百一十七章 死 第十五更 作者 地剑一 灵中 灵白满脸凝重 施展风雷神意 贴地急速飞行 头顶上的血光 完完全全将灵白的位置 暴露在了所有舞者的面前 而且 他们都还知道 杀了这个人 就可以去宜山家族 兑换一百万灵石 一百万灵石 相当于是一头半步神丹镜 大圆满妖兽的价格 这对于一些天舞镜舞者来说 可以说是一笔横财 关键是 整个宜山家族的舞者都知道 这血光追杀令下的人 就是灵白 是一个天舞镜八重的灵白 这给了一些天舞镜九重 和私属光 一息顺杀剑 那刀八男子 果然得到了一息顺杀剑的完整心法 身法 剑法 口诀等等 一息顺杀剑的剑法 施展而开 剑芒呈现灰色 身法 名为顺步 口诀 就一个字 死 只有当顺步 剑法 身法 心法 口诀同时施展之时 一息顺杀剑 才能爆发出完美的力量 一剑将面前的对手斩杀 灵白将的所有心法 口诀 身法 剑法 全部修炼起来 刀八男子的剑到天资一般 那有灵白这么高 刀八男子得到 已经超过了十年 可这十年中 刀八男子 依旧只能将修炼到入门阶段 而灵白这才得到了不到半个时辰 便将彻底地掌握了 踏入了入门阶段 吞噬剑魂 给了灵白非凡地剑到天资 灵白的前方 灵中有几个舞者 惊喜地看着树冠之上的血光 狂笑道 哈哈 那灵白好像是冲着我们的方向过来了 兄弟们 哼哼 遇见我们飞龙战队 灵白必定死无全尸 这六个舞者 乃是十万大山内的 一个叫飞龙战队的舞者 飞龙战队的队长 乃是半步神单静中期的舞者 实力强大 擅长刀法 武魂乃是一座大山 能让他的刀法 威能强大三倍 灵白双目凝重 急速地在灵中飞驰而去 飞龙战队的队长 看见灵白出现在视野中 顿时狂笑起来 哈哈 灵白 你是来自投罗网的吗 正好 给我死吧 武魂 开山刀法 兄弟们 不要留守 速战速决 杀了灵白 割下人头 我们就回去领取零食了 持则生变 等其他的战队到来 恐怕他们就要 抢人头了 飞龙战队的队长 杨生喊道 顿时 其他飞龙战队的成员也都知道 一旦他们留守 与灵白拖延起来 等其他的舞者赶到这里 就算他们杀了灵白 估计其他战队的舞者 也会出手抢夺灵白的人头 武魂 破晓剑法 武魂 无影拳 武魂 飞龙战队的拳员 纷纷爆发真气 武魂施展 身上最强的武技施展 顿时 六股强大的攻击席向灵白的面前 灵白双目灰暗 满脸冷色 面无表情 就在靠近这六人的刹那之间 清歌剑上一闪灰色的剑芒 灵白口中冰冷地吐出一个字 死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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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六声鲜血四剑的声音传来 一抹灰色的剑芒 斩裂六人的咽喉 鲜血 挥洒长空 而灵白丝毫没有停留 再杀了这六人的刹那 便飞冲而去 随便 用吞噬剑魂 将六人的鲜血 吞噬了 这六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灵白杀了 恐怕这六人 如此站在阎王殿中 都还在沉思 究竟是怎么被灵白杀的 一吸顺杀剑的速度 太快了 得快点 越来越多的舞者过来了 灵白满脸冷色 心中着急 前方又出现了十几个舞者 施展强大的舞技 冲向灵白 死 灵白飞掠而过的刹那 清歌剑一扬 灰色的剑芒半空乍现 一声声惨叫传来 这十几个舞者身形一晃 双目惊骇无比 死不瞑目地倒在地上 而他们的全身鲜血 被一瞬间抽空 快 灵白面色着急 体内丹田真气 和四座灵玄齐齐暴动 让灵白的速度 宛如一道闪电一般地 在灵中飞速而去 直奔十万大山的中部而去 如今 很多冲向谢光的舞者 都看见谢光在飞速地移动 我靠 这灵白怎么跑得这么快啊 他要去的方向是 不好 他要去十万大山的深处 对对对 他往十万大山的深处跑去了 马德 不能让他去十万大山的中部 或者深处啊 哪里有半步神单进中期 和大圆满的妖兽 老子根本不敢进去啊 一定要在十万大山外围 和中部的衔接点 将他拦下来 一旦让他踏入中部 老子的一百万灵石就飞了 去衔接点上拦住他 顿时 一个个冲向谢光的舞者 立刻掉头 直接打算去中部 和外围链接的区域 堵杀林白 灰烬战队的队伍 那阴柔男子 此刻正带着自己的几个队员 看见了天空上的那一道 冲天雪光 阴柔男子淡淡地笑道 这林白还算不笨 知道在十万大山的外围 他必定会遭受 整个十万大山内的舞者围剿 去了中部 在哪里有妖兽 可以为他当下一些低等级的舞者 那老大 我们怎么办 是和那些舞者一样 去衔接点上堵杀林白 还是直接去找他 在阴柔男子的背后 一个干受人影的舞者问道 阴柔男子笑道 如果去衔接点堵他 那到时候杀了林白 我们还得和其他的舞者厮杀一场 才能带走林白的人头 必须那么麻烦了 蝴蝶 带我们飞过去吧 阴柔男子 看向背后不远处的一个少女 笑着说道 这少女满脸冷色 额头上纹着一个蝴蝶的纹身 听见阴柔男子的声音 少冷地笑道 好的 哥哥 少女头顶之上黑雾涌动 舞魂显露而出 少女的舞魂 乃是一只蝴蝶 当舞魂蝴蝶拍动翅膀的时候 花粉洒出 落在灰烬战队所有的舞者背后 化作了一对翅膀 顿时 灰烬战队一共六个人 齐齐飞天而去 冲向了血光 当灰烬战队 离开这座山崖上的时候 在远处的林中 五个魁梧的壮汉 身体重甲 浑身肌肉宛如盘龙 散发着恐怖的力量气息 他娘的 胡江就仗着他妹妹的舞魂 能让他飞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五个魁梧壮汉之中 一个男子冷声说道 老大 灰烬战队 已经去截杀林白了 我们 另外一个壮汉问道 那当然我们也去啊 否则就看着灰烬战队吃肉 我们连汤都不喝啊 走 追过去 这五个壮汉 宛如洪荒巨兽一般 往前飞奔而去 沿途之上 强大的肉身力量 直接将树干连根拔起 这五人便是天龙战队 整个队五个人 全部都是炼体者 而且修为都是半步神丹靖后期 只有队长的修为 达到了半步神丹靖大圆满 随着天龙战队和灰靖战队 席向了林白 今天见地 第五百一十九章 四面楚歌 作者 地剑一 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 从林中一飞而过 林白浑身血迹 满脸苍白 在一路的飞冲 而过的时候 与大约五百多位舞者交手过 林白身上 也是留下了几道伤口 哈哈 林白 你的人头是我的了 林白路过一片峡谷中 一个舞者站在峡谷之上 弯弓搭剑 一支支冰冷的箭矢 从高空之上洞窜下 袭向林白的身体之上 这舞者乃是半步神丹靖初期的修为 手中的弓箭 都是四品灵气 施展而开 再加上他的武魂加持 威力恐怖至极 这每一根箭矢 都宛如有击杀神魔的力量 飞剑 林白与这个舞者相隔太远 根本无法靠近 顿时 飞剑离体 破空斩去 啊 那舞者惨叫一声 被飞剑一剑斩成两半 随后飞剑回到林白丹田之中 林白头也不回地 往十万大山的中部飞冲而去 嗡嗡 这个时候 一阵震翅高飞的声音传来 林白面无表情地抬头一看 天空之上 有六个舞者 飞掠而来 追上林白的速度 在他们的背后 有这一对虚无的翅膀 带着他们飞行 找到了 这六人之中 当手的那个阴柔男子 看着峡谷内飞驰而去的林白 顿时红润的嘴角处 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容 一个天舞进八重的小家伙 能跑到这里 也算是很不错了 阴柔男子淡淡地笑道 孙瑶 困兽阵 阴柔男子看见林白之后 对着队伍之中的一个甘兽男子说道 这甘兽男子名为孙瑶 他的武魂乃是玄疾二品 是一本阵法之书 故而 他天生就对法阵之道 造诣极深 加入灰烬战队之后 孙瑶便是施展法阵困住妖兽 为队伍争取时间 孙瑶听见阴柔男子的声音 顿时冷笑一声 身形往前飞冲而出 头顶之上五魂浮现 老大放心吧 我的困兽阵 是这十万大山内最厉害的 连半步神担惊大圆满的妖兽 都不可能挣脱出去 他一个小小的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如何能跑 孙瑶带着强烈的自信 凌空抛飞出去十几块玉石 射向林白的前方 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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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块的玉石落在了林白的前方白米之处 蓝色的宝石中 散发出一阵阵通天彻地的光芒 射入云霄之中 随后 玉石落 下 将林白包围起来 形成了一座法阵 困兽阵部下 立刻挡住了林白的去路 法阵 林白一惊 当即双目变动一番之后 剑锋之上弥漫起了一丝黑芒 破镜秘法施展 清歌剑一剑怒斩而下 将面前的法阵直径地撕裂而开 秘法 破镜 破镜一剑 击碎天地之间 所有法阵禁止 咔咔 一番脆响传来 挡住林白的困兽阵 离开破碎而开 林白的速度不减 逃离出去 孙瑶在半空中惊骇无比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 他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怎么可能一剑便将我的困兽阵给击碎了 阴柔男子看见孙瑶的困兽阵无用 顿时面色稍微冷清了一番 妹妹 一魂剑 阴柔男子看着林白的速度 宛如闪电一般的往前飞冲而去 丝毫也没有想要停下来和他们斗一斗的模样 阴柔男子的妹妹蝴蝶 当即武魂一动 在她的手中化作了一把鲜花宝弓 而真气凝聚成了一只黑色的令箭 蝴蝶弯弓搭箭 一股恐怖的力量立刻散发而出 武魂密法 一魂剑 蝴蝶清冷地说道 咻 蝴蝶手指一松 这一只黑色的箭矢 从天而降 破空而去 林白速度飞行之中 感觉到背后的汗毛倒竖起来 惊骇地回头一看 一只黑暗的箭矢袭来 直奔她的后背 那一股强大的力量 让林白心惊胆战 林白速度稍微一缓 猛然回头 一剑猛击而下 滔天的剑光 宛如出海蛟龙一般地扩散而来 神通 斩风 一剑袭出 剑光冲向那一只黑色箭矢 砰的一声巨响 剑气与箭矢对碰 轰然爆炸而开 传来一片震动 击碎了一魂剑之后 林白一转身 施展身法 往前冲杀而去 蝴蝶惊讶道 哥哥 他将我的一魂剑击碎了 阴柔男子面色一愣 困兽阵挡不住他 一魂剑也留不下他 难道就真的要眼睁睁地 看着他跑了吗 阴柔男子心有不甘 好不容易找到林白 岂能让他轻易逃离出去 哈哈 娘娘枪 别着急 他的小命就交给我们吧 正当阴柔男子心中憋屈的时候 一个豪迈的笑声 回荡在了他的耳边 阴柔男子听见这个笑声 顿时满脸冷色 一群蟒夫 阴柔男子自然知道 这些人是谁了 整个十万大山之内 也就只有天龙战队的 那些打不死的蟑螂 才敢这么叫他娘娘枪 当即阴柔男子低头一看 林中五个壮汉施展身法 将面前所有拦住的林木 山石 直接撞碎 势不可挡地席向了林白 阴柔男子冷笑道 龙一 那小子的速度不慢哦 你们天龙战队能追上了吗 天龙战队的队长冷笑道 切 你们灰烬战队会飞了不起啊 飞得那么慢 有什么鸟用 鹦鹉 去留下林白 龙一冷冷的一笑 对其中一个壮汉说道 是 大哥 你就瞧好吧 天龙战队之中 一个壮汉飞冲而出 他一跃而起 在他的背后 突然狂野的声 长出了一对翅膀 一声高亢嘹亮的鹰叫传开 鹰鹉往前飞掠而去 速度极快 瞬息间便追上了林白的速度 天龙战队的五人 分别叫做龙一 蛇二 虎三 豹四 鹰鹉 这乃是五兄弟 而他们的名字是根据武魂取名的 比如鹰鹉 他的武魂便是一头玄机武品的飞鹰 哼哼 小东西 你还往哪里跑 乖乖留下受死吧 鹰鹉追上林白 双目泛着冷光地说道 顿时 鹰鹉凶猛地一抓席尖下 他的双爪宛如利刃一般锋利 似乎能撕裂苍穹一般 凶悍的力量 袭向林白的后背上 让林白心中感觉到了一阵恐慌 猛然回头 林白看见鹰鹉的一抓 已经到了后背上 林白突然止步 双目一狠 剑法施展而出 剑翼 山河涌界 轰隆隆 一片震动传来 强大的力量对碰之后 林白被撞飞出去一百多米 滚落在地上 而当林白与鹦鹉一击对碰之后 阴柔男子带着灰烬战队的全员 挡住了林白的去路 天龙战队的五人 则是拦住了林白的退路 林白翻身而起 看见前有灰烬战队拦路 后有天龙战队堵截 顿时四面楚歌 无处可逃 林白面色灰暗 冷漠四兵 今天见地 第五百二十章 天舞镜九重 作者 地剑一 灰烬战队 阴柔男子 蝴蝶 孙瑶 还有其他的三人 站在林白的前方 冷冷地看着林白 天龙战队 龙一 蛇二 虎三 豹四 鹦五 堵住林白的后路 浑身肌肉中 传来恐怖的力量波动 林白翻身而起 冷声说道 几位 你们拦住我是几个意思 阴柔男子淡淡地笑道 我知道你叫林白 拦住你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想看快过年了 想问你借一样东西 林白笑着问道 什么东西 阴柔男子尴尬地笑道 说起来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借你的人头 你放心 等我去宜山家族 兑换了一百万零食后 就把人头还给你 林白笑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 人头这种东西 我一般都不喜欢外见 不过 为了一百万零食 几位至于如此大动耽搁吗 以你们的修为 去猎杀半步神丹静 大圆满的妖兽 也是轻而易举 何苦要来杀我呢 林白冷冷地问道 阴柔男子笑道 其实这是一种乐趣 我们就是很享受 追杀猎物的感觉 况且 你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可比半步神丹静 大圆满的妖兽 好杀多了 这不是白宋的一百万零食吗 干嘛不要 阴柔男子嬉笑着说道 林白满脸阴沉 看如此局势 对他十分不利 便说道 不如这样吧 我储物袋之中 正好有一百万零食 我拿给你们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 如何 林白在神武国内 参加了朝阳宫比武 核心舞者比武 还在南京立下 那么大的军功 得到的零食奖励 现在加起来 差不多也有一百万左右了 天龙战队的龙衣 咧咧嘴地狂笑道 哎呀 胡江 你和一个死人费什么话 正好 你这小子说 除物袋里 还有一百万零食 胡江 不如这样吧 我们两个队伍联手 将这小子杀了之后 我要他除物袋中的一百万零食 而你拿着他的人头 去宜山家族 兑换一百万零食 如何 如果你不答应 我们就先杀了他 割下人头之后 我们两个战队再一决刺凶 龙衣嬉笑着 对阴柔男子说道 阴柔男子笑着点头 那好吧 杀了林白后 人头归我 除物袋归你 龙衣点头道 好 瞧见阴柔男子答应下来 龙衣顿时嬉皮笑脸地 看着林白问道 小子 你是自己将人头交出来呢 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取呢 林白冷笑道 我说过了 人头这种东西 我从来都没有外界的习惯 林白开口 神色凝重 言语冰冷 当即林白环顾全场 龙衣和阴柔男子 都是半步神担静大圆满的舞者 而其他的舞者 全部都是半步神担静后期的修为 龙衣听见林白的回答 握了握拳头 冷笑道 那看来 还是得老子亲手来拿咯 哼哼 何须大哥出手 小弟就能将他轻松制服 这个时候 鹦鹉对着林白袭杀而去 龙衣也没有阻拦 的确正如鹦鹉所说 他乃是半步神担静后期的舞者 对付一个天舞静八重的舞者 那还是手到擎来 一声嘹亮的英明传来 鹦鹉势展舞魂 背后生出肉赤 速度飞增 宛如扑向食物的老鹰一般 飞冲而来 想要将林白一爪撕裂而开 就平面 林白冷眼看着袭来的鹦鹉 紧握手中的青鸽剑 顿时 剑光暴闪而起 一抹灰色的剑芒 出现在鹦鹉的咽喉之上 鹦鹉面色大变 满脸惊骇 急忙躲闪而开 噗哧 但鹦鹉躲闪的速度太慢了 被林白一剑斩裂了半边咽喉 连同血肉一起撕裂下来 啊 鹦鹉感觉到 自己左半边脸上传来的剧痛 和血肉模糊 顿时惨痛地大叫起来 你居然敢伤我 我今日非得将你撕裂成碎片不可 鹦鸡长空 鹦鹉震怒 施展舞魂秘法 双手之上弥漫而起了一阵滔天的黑雾 一双巨大的鹰爪浮现而出 锐利不凡 撕裂苍穹一般的 袭向林白的面前 林白身法一动 化作一道残影 对着鹦鹉冲击而上 山河永介 林白面色肃目 一见怒斩而下 鹦鹉狂笑起来 你一个天舞进八重的舞者 也敢和我正面硬碰 你找死 死吧 鹦鹉冷笑一声 狠娜的一击 轰击苍穹一般的落下 强大的力量 震得八方传来一片动荡 是吗 究竟是谁死 这个时候 林白面色一变 体内的力量再次暴增一分 鹦鹉惊讶地看着林白 惊呼道 你天舞进九重了 你居然还隐藏修为 听见鹦鹉的惊呼声音 林白阴冷一笑 剑法通天 剑气凌云地怒斩而下 神通 斩风 劈裂苍穹的一剑 重击在鹦鹉的头顶之上 一剑斩落 将鹦鹉从头到底 一剑斩裂成了两半 鲜血四剑 场面血腥无比 一位半步神单进后期的舞者 就如此轻易地被林白斩杀了 在之前 林白沿途之上 杀了几百个舞者之后 炼化了他们的气血之力 林白终于在来到这峡谷之前 突破到了天舞镜九重 也好在林白突破了天舞镜九重 拥有着击杀半步神单进后期的实力 否则的话 在如今这种局面上 林白就算有三头六臂 恐怕也必死无疑 而此刻林白 拥有着天舞镜九重的实力 只要不去与阴柔男子和龙衣死磕 林白斩杀其他人 还是十分容易的 不 龙衣看见鹦鹉被林白一剑斩杀 顿石器的双目发直 满脸愤怒 阴柔男子惊呼道 他居然突破了修围 达到了天舞镜九重 没想到他的战斗力 居然如此恐怖 在天舞镜九重 就有能力击杀半步神单进后期了 龙衣震怒连连 满脸争鸣 而他背后的蛇二 虎三 豹四 也是一脸的痛苦 他们五人乃是亲生兄弟 从小相依为命 一步步地从一个弱小的舞者走到了今天 没想到在他们看来 都是很简单的一次任务 居然让鹦鹉死了 报仇 龙衣怒吼起来 报仇 蛇二 虎三 豹四 也是纷纷怒吼着 阴柔男子淡淡地说道 不能再留守了 我看见已经有很多舞者来了 得快点杀了灵板 然后离开这里 我们一起出手吧 将他杀了后 立马离开 阴柔男子对龙衣提醒道 龙衣愤怒无比地咆哮道 不准你们出手 我要活生生地将他的身上所有的肉 一块块地撕下来喝酒